2014年廣州肿瘤防治宣傳州活動 在四月底展開 今天要和大家普及的 就是抗癌防癌的方法 我們請來廣州市疾控中心醫學博士 和大腸癌首席專家 來和大家討論如何科學抗癌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大家好,我是何韻 大家好,我是Joe醫生 歡迎收看這期節目 這期節目我們請了… 真是我身邊的一個超級帥 很棒 還有兩位非常出名的嘉賓 當然是我身邊的這位Kiff 你好,你好 還有我們的著名主持人重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著名DJ啟琳 大家好,各位現場朋友,你好 三位大家好 好,今期我們說的這個話題 可能很多朋友會覺得有一點沉重 就是腫瘤 實際上沒有甚麼很沉重的這件事 早點知道,就早點預防 沒錯,今天想首先和三位談談一個話題 其實你們有沒有接觸過 或看過、聽過一些抗癌、防癌的方法 我覺得癌症很可能跟我們的生存環境 壓力和飲食習慣都有關 只要吃得清淡一點 把壓力能夠減輕一點 或許會對防癌有一定的幫助 我認為其實最重要是心態 若然心態好、樂觀的話 我曾經看過很多案例都說 已經發現那個人兄是甚麼 啞啞啞晚期 由於樂觀心態 經常去旅遊、去玩 反而令他的生命延長了五年以上 即是做個開心動物 對,沒錯 要拿得起也放得下 這也是經常教大家的心態很重要 Kith,你覺得甚麼方法是你比較贊成的 我覺得多做運動 均衡飲食也很重要 運動… 好,所以多做運動得這麼好 這件事實在挺好的 好,其實這些都是比較科學的 大家聽過的 經常會聽到的防癌或抗癌方法 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關於這個話題 首先請出我們的權威專家 馬上請出我們今天的兩位專家 全國大腸癌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 中山大學腫瘤醫院 大腸癌手席專家曼德森 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死因獄腫瘤檢測科科長 主任醫師林國晶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知道4月15日至21日 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一個 廣州市腫瘤防治宣傳州的活動 這個宣傳州也希望 說出一個健康的理念 可以幫助更多人防癌、抗癌 切開這個州 我們就更加可以有一個集中的時間 讓大家認識更多腫瘤的知識 今年的這個癌症宣傳州的主題 就是科學抗癌,關愛生命 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 其實很多人都不理解 究竟怎樣才是科學抗癌的 還有要知道到底腫瘤的發病率 還有到底我們身邊 有多少是會發生的 請林博士跟我們說說這個話題 目前廣州市的癌症發病率 已經達到10萬分之265 死亡率達到10萬分之165 在老城區的發病率還更高 老城區的居民的發病率達到10萬分之330 死亡率達到10萬分之200 但是癌症並不是這麼害怕的 癌症是很防治的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 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預防的 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治癒的 還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過治療 來減少痛苦、延長壽命 其實也想問問林博士 其實廣州哪些癌症的發病率是比較高的 以其他地方相比 廣州市有三種癌症 是發病率比較高的 第一個就是大腸癌 第二個是乳腺癌 第三個是鼻隱癌 這三個癌症在全國56個腫瘤登記隊區裡 排名都排在前五名 癌症的發病原因是很多的 很多種因素影響 它跟不良生活方式、飲食、環境污染 還有一些癌症 像肝癌、肺癌 又是跟細菌或者病毒感染有關的 還有一些跟胃症 跟有些心理因素有關 好像有些工作壓力大 心理比較憂鬱的人 那些癌症的發病率比較高 廣州市的大腸癌發病率比較高 主要都是跟生活方式、飲食的關係比較大 廣州人飲食比較精細 對,食慾比較高 特別是一些紅肉比較高 粗纖維的少量比較少 所以可能發病率相對比較高 還有耳腺癌 都是跟飲食有關的 廣州開放改革比較早 收入水平比較高 食慾累比較多 所以女性已經遭遇比較早 但是收經時間比較慢 所以這也是跟耳腺癌發病有關 至於鼻影癌 廣東本來就是一個鼻影癌的高佛地區 有研究顯示 鼻影癌的發病是跟EB病毒感染有關的 甚麼是EB病毒感染 人身體裡的廣石很可讀 其中有一種叫做EB病毒 一種病毒的一種種類 很多時候傳染在我們身上 廣東人鼻癌多 所以叫做廣東癌 廣東癌研究為何會發生這種癌症 結果在鼻影裡的培養 和抽血的培養 證明它跟一種病毒有關 所以鼻影癌和病毒相關 其實很多癌正在跟微生物感染有關 這個可以更說 好像宮頸癌跟乳頭瘤病毒有關 跟胃癌跟胸瘤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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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瘤 說了這麼多腫瘤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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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瘤�瘤�� 有育瘤兩種 現在我們如果癌育瘤 反正叫做癌症 惡性腫瘤 任何年齡都有 但是所謂癌症 真真正正是癌瘤的話 它發生在皮膚、黏膜表面 這種情況下 往往是老年齡多些 所以我們說 如果查癌症 一般40歲以上 我們作為一個重點查 年輕人多數患 是育瘤、白血病等 比較多些 就有所區別 所以如果說過篩查 一般就從40歲開始 就開始了 就開始重點人群 問題是這麼多品種的癌症 如何篩查得完呢 是 根據人家來說 現在癌症大概有百多種 一百多種 但是我們統計出來 頭十種的腫瘤 十種的癌症當中 佔了所有癌症的百分之八十 例如廣州市 第一是肺 第二是腸 第三是肝 第四是乳腺 第五是鼻炎 這五種腫瘤 佔了廣州市發病的百分之五 再加上食管、胃、宮頸 還有最近出現的甲狀腺 還有膀胱 再加上五種腫瘤 就佔了所有癌症的百分之八十 十種癌症 現在找到最常見的 最容易出現的東西 才塗 塗完它 有的放肆 對… 其實怎樣塗 我們作為普通市民 我們對醫院說 麻煩幫我塗一下 我有沒有十種癌症 應該通過怎樣的檢查方式 讓他進行刷 那就視乎你是男還是女 視乎你是女的 視乎你是女的 視乎是年齡 所以根據你的具體情況 還要問你家裡三代有誰生癌 好像說腸癌症 如果家裡有三個腸癌症 那你更加上腸癌 真的要經常搶鏡 這三代是否爸爸那邊 加上媽媽那邊都算 都要統計 父系、母系都一樣 如果父系 譬如說只有一個有 母系只有一個有 那算不算有遺傳 都很難說 因為現在看你兩方面 而且看三代 譬如說腸癌 有一種叫做家族性非食育病的腸癌 它有一個條件 第一 你的家族當中有三個生癌 第二 有兩個是一等親 父子或者兄弟一等親 第三 有一個是50歲以前發病 合乎這三個條件 這就是屬於腸癌 高危 這樣的話 你家人就要查 查癌症三代 不一定是遺傳 它可以是相同的家 一個家庭裡 大家都有相同的飲食習慣 吃同樣的東西 它就會影響到 吃了相同的東西 所以發病率就高了 就是飲食習慣、生活習慣 都是一樣的 住在一起的 是 沒錯 所以發病率就不遺傳 出現的東西叫婚妻癌 婚妻癌就不遺傳 婚妻癌不是遺傳 婚妻癌不是遺傳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換言之 跟生活習慣、飲食習慣 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對 正常剛才孟教授說 其實我們身體內有很多毒素 問題是當我們飲食不健康的時候 就促使毒素就會發生病變 就會有這個出現 其實說實在 癌症的細胞 就不在外面 這些細胞 癌細胞 是我自己發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正常人的細胞 裡面有所謂癌基因 有所謂癌癌基因 兩種基因 這兩種基因平衡的時候 就不生癌 但這兩種基因不平衡的時候 譬如說 癌癌基因低了、少了 這個癌症的基因 它就升高 你的細胞就變了 如果癌癌基因高 癌癌基因低 癌癌基因低 會這樣嗎 癌癌基因少 生癌基因應該少 但這個不平衡 別人還說 調節基因 調節一下它 如果質調的話 就更加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說 外因通過內因起作 尤其外面的很多刺激 長期慢性刺激 使得這種基因 發生不平衡、失調 而正常細胞 本來有正常規律 它提早凋磨 或者不凋磨 應該死的細胞 不死 不斷增生 從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四 四個變八個 不斷增生腫瘤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中醫說的 陰陽要平衡 是 陽個性又不行 陰個性又不行 剛才我們探討了 幾種癌症的一些原因 以及發病率 其實剛才說到 威脅著我們廣州居民的 第二號殺手大腸癌 大家都很好奇 都想知道多點其中的內容 這個大腸癌究竟是怎麼回事 是否真的可防可控 來看看我們今天的短片 廣州市腫瘤檢測 最新資料顯示 廣州市大腸癌發病率 已高於全國56個腫瘤等級 中心的數據 與其他大城市相比 廣州市大腸癌發病率 與北京接近 低於上海 大腸癌的排位 也超過肝癌 排在惡性腫瘤第二位 成為廣州市居民癌症 第二號殺手 廣州市戶籍居民 每年大腸癌發病 兩千多例 平均每天 廣州市有7.5個戶籍居民 被確診為大腸癌 萬教授想問 其實很多人很好奇 究竟怎樣才算是大腸癌 又或者說甚麼是大腸癌 究竟甚麼是大腸癌 廣州大腸癌的流行趨勢 又是怎樣的 想知道廣州哪個地方有大腸癌 早診早節項目的免費檢查 下一節回來,不容錯過 美好明天 從一晚乾爽精緻睡眠開始 新設計邦寶寺 特有藍色書睡層 吸收更快 乾爽長達10小時 讓明天更精彩 邦寶寺超薄乾爽 美來大無創 美麗欲見未來 美來醫學美容 我的透白完美 不怕你近到10厘米 奧寶第四代美白科技 直擊黑色素根源 淡髮色斑 雲亮膚色 挑戰10厘米光透白 體驗透白奇蹟 只有268 奧寶 風濕骨病 筋骨疼痛 腎虛腰酸 脾胃虛 脾胃虛寒 紅毛藥酒 每日兩口 藥酒治病 選紅毛 紅毛藥酒 百年紅毛中華老字號 廣州仁愛醫院 白日快孕計劃起動 夫妻同志一人免費 到仁愛懷孕快 四個二、四個九 冠心病 高血壓 心九痛 心腦供血不足 生活中 大多數心腦血管疾病 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得到腦梗、腦抑血 即使搶救成功 也會有一半人留下後遺症 臨時救心 步步驚心 平時保心 全家安心 在這裡 我鄭重地向每一位 心腦血管病患者推薦 能夠保心護血脈的 單心保心茶 天草單心保心茶 適用於冠心病、心狗痛、腦血散、動脈硬化、高血壓、高血脂等心腦血管疾病 有效防止中風、偏探、心梗、腦梗等心腦意外發生 保心護血脈 每天兩杯單心保心茶 天草單心保心茶 國家藥監局批准心腦血管專用茶 單心保心茶 心腦血管專用茶 其實很多人都很好奇 究竟怎樣才算是大腸癌 又或者說什麼是大腸癌 我們從口到食館到胃 然後到小腸 小腸完之後就進去大腸 一進去的地方就叫盲腸 然後跟著上來是升結腸、橫結腸、降結腸、撞結腸、直腸 從這個盲腸開始一直到江門這個部位 我們統稱它為大腸 大腸裡面發生在腸黏膜 開始變癌的話 我們就叫大腸癌 其實大腸癌是包括結腸癌、直腸癌 而結腸癌分右邊結腸癌、左邊結腸癌 如果作為專業人士來說 現在提出大腸癌其實有三個病 即是它從它的披胎發生的過程 生理功能、解剖 以及疾病等等 它應該有不同的 但作為我們一般認識來說 大腸癌就是一個病 是,我們又想問林教授 大腸癌的流行趨勢 現在是怎樣的走向呢 怎樣分佈呢 是,第一,從性別來說 大腸癌的發病率 男性是高於女性的 男性總體比女性高20%的發病率 如果60歲以上的老原人 這種差別更大 男性高於女性呢 50% 第二呢 從原齡情況來說 大腸癌和其他癌症都是相類似的 都是年紀越大 發病率又高 所以20歲之前呢 大腸癌是非常肯健的 到40歲的時候呢 大概是 萬分之一的發病率 到60歲的時候呢 就會發病率高到千分之一了 大部分的大腸癌發病呢 都發生在50歲到80歲 這個年年段呢 佔了所有大腸癌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從那個發病的部位來說呢 也有不同的 剛剛啊 萬教授也說了 我們的腸呢 大腸呢 分為三段 一個呢 主要是一個 結腸 直腸 還有肛門一部分 大部分的 大腸癌呢 都發生就是那個 結腸 結腸佔了百分之六十二 直腸呢 佔了百分之三十六 還有百分之二呢 發生就是肛門 很多朋友都希望呢 可以及早預防這件事 需要知道 究竟是甚麼原因 導致了會有大腸癌 特別剛才教授說到 男性比女性高這麼多 據我所知呢 男性十有九字 會不會這個大腸癌 和痔瘡都會有些關係呢 生活習慣呢 比如吃煙喝酒 夜睡覺 又經常吃肉 不吃菜 其實總記起來有幾條 第一條呢 就是不良的生活行為 生活習慣 這是造成大腸癌 很主要的原因 所以不良的生活習慣 最主要的就是飲食 就是病從口入 所以我說這個腸癌 和飲食很有關係 我先說我的故事聽聽 澳大利亞腸癌很多 但是後來發現澳大利亞 也有腸癌低的地方 又會有腸癌高的地方 那可以怎樣研究一下呢 研究後來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腸癌低的地方 牛肉消費量就低 腸癌高的地方 牛肉消費量高 因為說實在 有些是挑肥簡瘦 大家以為牛肉很瘦 其實實際上 最瘦的牛肉 都會有百分之三十的脂肪 所以我們說說這個飲食 很有關係的 飲食 一說到癌症和癌症 還有一些認識的 飲食就是過度了 營養過度了 生癌 一個腸癌 一個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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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跟飲食有關係 很多 但是不能吃 又會生癌 像是肝癌 胃癌 這些是窮人的癌 所以營養不足 又不能生癌 所以第一個是不良的生活習慣 飲食不得平衡 即是不得平衡 即是不得好 在腸癌來說 就叫過多了 三高一低 高脂肪 高蛋白 高能量 低纖維 這個作為主要的原因 不良的生活行為 還有甚麼呢 就是鬆酒 即是狂喝酒 和吃煙 這些是不良的習慣 又是可以有材料促進 這個腸癌的生長 發生的 還有一個不良的習慣 就是 經常坐著不動 一邊看電視 聽甚麼甚麼 即是狗坐不動 缺少運動 這些都是不良的習慣 這種不良的習慣 造成了腸癌 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 說實在是遺傳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多的腸癌 是有家族史的遺傳傾向性的 但是遺傳來說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有一點 發現了一個腸癌的家族 他們應該和他的家族進行 篩查 及早發現及早處理 也是一個問題 早點檢查 對 早點檢查 早點檢查 問了之後 我就查你三代 然後查你家人 這樣就不會變晚期了 第三個成因 就是很多癌前病變 我們人身體裡面 你不查 一查 其實腸裡面五花八門 其中一個就叫做蜥肉 蜥肉有很多種 但其中一種叫做 滲流性蜥肉 這種蜥肉就會變癌 當然它變是十年八年長 所以我們為何要細查做腸癌 你切掉蜥肉去 它就不會變癌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預防 腸癌的辦法 還有一個就是溃揚性結腸癌 這個是容易變癌的 如果有20年溃揚性結腸癌 百分之12就可以變癌 如果有40年的話 百分之30就可以變癌 這個溃揚性結腸癌 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但有一個好處就是 西方人多 我們東方人比較少 這個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要去除腸癌的原因 就是大家要積極參加這個西查 不知道各位電視觀眾 有沒有留意過自己住的地方 有沒有大腸癌的免費檢查 我們問問大家 知不知道廣州市 目前有哪幾個區 開展大腸癌組診組字項目 A.月壽區 B.黎灣區 C.天航區 D.海珠區 現在這個大腸癌組產組字項目 先在月壽區開展 2011年到2013年 月壽區作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 大腸癌組產組字項目點 一共對五萬多四十到七十四歲的廣州居民 進行大腸癌的西查 結果顯示 操勢的時候 有百分之六的陽性 應該有三千三百人要進一步做大腸癌的西查 但是呢 只有一千七百八十八人去了做腸鏡 參加腸鏡西查的人中呢 一共發現了九例的大腸癌 和一百一十八例的癌前便便 診斷率呢 就達到百分之八十九 而一般那些有症狀去醫院看病的門診病人呢 早診率呢 只能達到百分之十四 早期和晚期的大腸癌病 癌症病人呢 治療效果相差非常之大 萬教授剛剛說過 早期的大腸癌的患者呢 大部分都會通過手術來治療 五年的生存率呢 達到百分之九十 但是晚期的患者呢 五年的生存率呢 不到百分之十 另外我們發現的一百一十八例癌前便便呢 大部分都在檢查告前中呢 撤除了 撤除了這部分的癌前便便呢 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呢 有研究顯示 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的癌前便便 都會在五到十年之內呢 會轉變去大腸癌 現在呢 撤除了以後呢 這些癌前便便呢 就不會再進一步變成癌症了 在這次大腸癌西查告前中呢 有些居民就不參與 即不想參加 不想做腸鏡 他們就有些擔心 說做腸鏡的時候 會不會有副作用呢 但是我們做了1788癌的腸鏡 都沒有發現一癌的副作用 效果都非常好 從粵壽區的西查情況來看 大腸癌高危人群的比例 還是相當高的 所以專家建議 大家要積極參與大腸癌西查及早治療 接下來再考考大家 以下哪些是大腸癌的高危人群 A,一級親屬有潔疾腸病史 B,有精神創傷或痛苦事件史 C,有腸色育史 D,慢性便秘或慢性輻射 我覺得除了B,有精神創傷或痛苦史 應該是精神病吧,對吧 之外,我想其他三個 應該都是屬於大腸癌的高危人群 但其實癌症的激發和精神壓力 都有關係 假如他家中又有人生過直腸癌 他又最近失戀,也有可能 這樣很複雜 家中有人生過直腸癌,然後又失戀 本身已經符合了第一條 就是親屬方面 多選 應該是多選A,B,C,D 多選 Keef呢?Keef怎麼選 還是選A,剛才教授說的三代 對,你覺得三個都不是 只是A是高危人群 我覺得除了B之外 其他三個,A、C、D也有機會 其實很明顯看到三位嘉賓 男性很理智 他覺得不情感上的事 不足以致病 女性就覺得不是 或者沒有受過 對,情傷才是最大的打擊 很明顯的兩極下 請教兩位教授 正確答案究竟是甚麼 如果比我選,1、2、3、4也是 為甚麼 下一節回來告訴大家 為何有精神創傷的人 容易患大腸癌 高危人群又應該注重甚麼 老百姓應否去參加大腸癌篩查 內容精彩,不容錯過 換青妝,換青造型 我要肌膚一起換青 百里透紅 越南油百里透紅乳液 肌膚的玫瑰牛奶椅 一下都喝進去 如此清透 百里透紅好清爽 百里透紅系列 OLE 我妹,我妹,九朵玫瑰 別人選擇 珠波出道 由明星清開靈 突約火車 廣州仁愛醫院 百日快孕計劃 起動 夫妻同志一人免費 道仁愛懷孕快 四個二、四個九 凤十骨病 筋骨疼筒 神虛腰酸 脾胃虛狂 紅毛藥酒 每日兩膽 藥酒治病 選紅毛 紅毛藥酒 白莲红毛 中华老字号 美来大无创 美丽遇见未来 美来音选美容 我美 我妹 九朵玫瑰 吃什么呀 这么开心 她就吃开心了 我就得泡啊等啊 推荐你们新太子 一分钟起笑 这边中起得这么快 应该更容易起吧 一分钟就起笑了 一分钟起笑 太子洁净 最后一步 半身病 高血压 心狗痛 心脑公血不足 生活中大多数心脑血管疾病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得回脑梗 脑抑血 即使抢救成功 也会有一半人留下后遗症 临时救心 步步惊心 平时保心 全家安心 在这里我郑重感向 每一位心脑血管病患者推荐 能够保心护血脈的 单心保心茶 天草单心保心茶 食用于灌心病 心狗痛 脑血散 动物硬化 高血压 高血脂等 心脑血管疾病 有效防止中风 偏探 心梗 脑梗等心脑意外发生 保心无血脈 每天两杯单心保心茶 天草单心保心茶 国家药监局批准 心脑血管专用茶 单心保心茶 心脑血管专用茶 你现在收看的是 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2014年广州综合频道战略同盟 梁茶领导者 加多宝 作为高危羊群的闻诊当中 好像有直腸病史 即是直腸癌 或者家里有 本身有 更加厉害 或者本身有肠息肉 这些是属于高危羊 第二个 有精神创伤或痛苦性 它不是独立一个因素 但下面如果有 它连有另一个因素 加起来的话 它就是了 有调查研究的 说实在这个调查研究 最早是对乳腺癌 和宫颈癌 它曾经从心理上去调查 确实有精神创伤 即是有很大的打击 容易生肿瘤 这如何解释呢 主要是重大打击使得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所以它容易生牙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不一定是大腸癌 不一定是大腸癌 可能其他腸癌 所有的肿瘤都有这样的 所以我说这个 它这个条件再加上 整天有股肚 腸炎 再加上来 它就是一个因素 福恨因素 福恨因素 它不是单独 所以我是1、2、3、4 包括精神因素也有影响 影响 即是如果有高危因素存在 要求你送大便 要求你送两次大便 看看大便里面有没有血 忍血试验 如果忍血试验是阳性 那便动员你去做腸镜 其实刚才两位教授 很苦口婆心地勸大家 有法不差一年纪 很怕麻烦 就要去做腸镜 很大抗拒 是的 其实为什么我们政府这么重视 包括于秀区 搞了祖治祖房的试点 依然有这么多居民 不那么情愿去做腸镜 究竟他们是怎么想的 所以来看看以下的短片 阿欣的腸胃一直很差 稍微吃错的东西就会呱吐 一天,阿欣的女儿从美国读书回来 说国外50岁以上的男女 都要做腸镜检查 叫阿欣也去做 这两天我准备安排你去一次医院 去医院做什么 去做一次腸镜 做腸镜,什么叫腸镜 腸镜就是检查你 你有没有大腸癌的鲜少 大腸癌? 菜,有没有大腸癌 我没事 人家40岁以上,每个人都要去做 那我无端要去西产 你听我说,每个人都要去做 我回来告诉你们 这些是我的见识 我教你,你就要去做 阿欣又没有病没有痛,身体健康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其实我家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件 一边就是我阿嫂本身是消化科的专家 而另一边的家里的老人家 她80多岁了 迟一段时间去 前两、三年她说她经常逃脱 终于有一次的机会就跟我说一说 我说立即说 你去照腸镜 一照完床镜就果然发现 她是直腸癌 但这个直腸癌 从终于肌肉体肌去看 她应该是去到二期、三期左右 未能出到她的肠的外面 立即做了手术后 后来做了化疗 效果都非常好 我看老人家现在的生存状态 和健康状态都很好 祖发言 祖治疗,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们呢 很多时候老人家的心理方面 可能都觉得大家有利是吗 没有什么事,他照什么 没有人家,没有什么所谓 没有人家,医生都会这样想 对,可能会有这种心态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做一个及早的调查 及做一个化疗 或者是早查、早知、早医治 我觉得当然才好 好,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 究竟这个腸镜是怎样的 在现场,包括我在内 我都没有做过这个检查 我也没有 我想请两位教授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究竟腸镜是怎样照的 我现在都用那些纤维腸镜 就是所谓纤维杜杆的那些腸镜 它是柔软的 就是大概一个手指这么粗 那述前就先和它清洁了腸镜 现在最常就是口服一些射劲 射完之后,腸镜干净了 然后就做腸镜 做腸镜有两种 有些有麻醉,有些没有麻醉 没有麻醉的那些就直接进去 其实有些人都没所谓 有些人可能内受性差一点 如果做了麻醉,当时打了针之后 不知道,做完之后又醒了 一般来说,这个腸镜是安全的 至于卫生不卫生 现在很严格的规定 做腸镜之后怎样消毒 它是一个程序的 而且这个消毒有一套器械 不是说捉完这个就捉完那个 捉完那个就捉完那个 即是腸镜是一支纤维的 就是可以几种 不是,腸镜也是在屁股里面 好,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教授有多长 我想问那条纤维 那个纤维有多长 对,他现在腸镜有60公分 有90公分,有120公分 那他应该有80公分 是,他可以 他整个大腸镜都可以看到 好,其实很多人都想问一下 这么长的东西 伸入腸镜之后 那做完之后 其实会不会对腸镜有损伤 又或者有些副作用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没有 但你好像什么都没有 那是假的 有点不舒服 我们在热秀区西茶 一共做了1788例 没有一个有病发症 没有一个说要煮烟、要处理 全部都没有 没有发生这些情况 没有发生 那做腸镜的前后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做腸镜之前 他一定要长度要干净才行 所以首先原来要控制饮食 然后到时就吃虐欲 但做腸镜我还要有些选择 假如他有严重的心脏病 然后他会说 其他船身上 他起床起不了 走都走不了 你捉住他做腸镜 那就不行了 所以有一定的身体条件 然后才跟他考虑 那特别现在我们做腸道清洗 往往喝2000cc的水 就是加了一些药 加了一些蛇剂 如果假如他心脏非常不好 或者是心衰 他就不可能去做这个检查 好,谢谢梁康教授 其实有些街坊很极端 有些是劝劝他 他也不敢去腸镜 免费也不错 没错 有些是一天到黑 经常都找一条腸镜 究竟搞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阿欣的女儿对自己的上貌 非常关注 听说做灌腸可以排毒、减肥 打算去做 我约了一个两天去医院 你医院做什么 灌腸 灌腸,你病了吗 妈妈,你看我生了一年都是瘡 我看来有很多毒素排不出来 我的朋友说做灌腸可以排毒 又可以减肥 我准备去做一次灌腸 你经常做这些东西 又在外国学院吗 不行,这样也不知道是否合适 阿欣不同意,女儿做灌腸 专家还有嘉宾,你们同意吗 我听到你这三个条件 我觉得我真的要灌一灌 减肥、美容、清毒素 可以,可以 即是广播那样 冲那条竹都干净了 我纯粹觉得应该是正如 刚才曼教授所说的 有些垃圾的东西塞住了 是否需要清清它 我觉得是否等于定期清理 我是这样的想法 出于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是否需要定期做一做 即你觉得没有病 健康的人都可以做一做 也可以,其实都可以做一做 好,来请教授两位教授 究竟灌腸是什么 灌腸是这样的 很简单的灌腸 然后就上去 然后外面吊了一些水 一般是生理盐水 色度的温度 而且它的高度 大概是平约的头和耳朵 差不多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是一千五到两千施施 灌腸之后 它上去 便是市急 市急拉到馆出来 它便便便便便便了 这是讨论的方法 因为小米加暴槍 现在还有灌腸机 可以调整压力 温度、速度、打多少 它有个机器看着 便可以 但现在一般医院 都没有专门为你们配备灌腸 而且我们的灌腸 往往都是为了治疗上的准备 抢镜之前的检查 或者我们做手术之前 要长到干净去考虑 但是作为商业之一 可以减肥、美容、排毒等 从我们的医学角度来说 都不是很適宜的 那如果它便便便呢 可否灌腸 便便便也可以 便便便也可以 就是间中一次 老人家真的不出市的时候 可以低壓灌腸 灌下去等它通通 但不能天天地通 依赖阻反而更加不好 所以灌腸是一種治療 和檢查之前的手段 跟治療有關係的,它有考慮 其實很多醫學上的手段 都是輔助治療的 並不是像日常生活中 甚至有些美容院 是用來幫你甚麼美容 又或者是甚麼其他功效 畢竟我們的內環境 是有自己的一個生理平衡 好像一個機制 好像一個平衡 體系 你破壞了平衡 反而會適得其快 所以大家用醫藥手段的時候 最重要是在醫生指導下進行 其實說到癌症 大家當然希望防患於眉然 也聽過外國有些先進的手法 甚至可以打一些癌症的疫苗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疫苗 可以提早幫我們預防 打了就沒有癌 起碼沒有那種 我聽過子宮 關於宮頸方面有這方面的疫苗 是否有部份是有的 現在這個相當地說 據我自己所知 最成熟的兩種 一種是宮頸癌 宮頸癌有疫苗 一個是針取乳頭流病毒 去考慮 第二個其實說實在 現在我們打的乳肝 本身的疫苗就作用了 因為我們中國人的病毒 帶毒者是一億多 即是叫做小三糧 小三糧多 所以為了預防 其實我們中國很早開始 差不多十年前開始 已經提倡要打疫苗疫苗 結果使得肝炎減低了 肝硬化、肝癌都減低了 所以從乳肝、肝硬的角度來說 這個是比較成熟的 我覺得這兩個比較成熟 當然還有一個 淋巴樓、黑色素樓 那些疫苗正在研製當中 真正在用在臨床上 現在暫時也很重要 好了,又到了今天的 觀眾提問環節 來看看現場的觀眾 有甚麼疑問 我想請問兩位教授 生癌症的晚期是否看中醫好呢 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會問 究竟看中醫好還是看西醫好 其實晚期的癌症病 我們主張中醫、西醫都要看 從中醫的角度來說 希望能夠減輕西醫治療的反應 另外可以增強自己的體質 使得它的治療效果更好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 中醫、西醫都要看 大家都不應該排除 親近的兩位教授,你好 請問一下大便出血 痔瘡和直腸癌有甚麼區別 大便的時候出血是很常見的 常見到甚麼程度呢 以前說是十男九智 即是說痔瘡出血很常 十個男生有九個 其實十個女生有九個都會有痔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痔瘡出血和腸癌出血有甚麼差異呢 可以有兩點 第一點,痔瘡出血應該是鮮紅的 而且往往是滴血的 但現在腸癌出血 往往不一定是鮮紅的 而且是暗紅 很可能還有一點特點 腸癌出血的血和大便混在一起 這點是很大的區別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假如是比較嚴重的腸癌的話 他往往伴有其他症狀 像過學員又想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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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所以應該從自我檢查當中可以區分到哪裡 當然,如果不能區分的時候 還應該找醫院,找醫生去檢查一下 謝謝兩位教授 也謝謝三位嘉賓 其實看完今期的節目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傳達一種科學對待癌症的觀念 其實癌症可怕,但可防可控 因為現在我們的科技不斷在進步 很多癌症亦可以治療 是,通過掌握這些知識 大家就知道腫瘤是可以防治和治療的 希望大家以後都當成一種可以認識的病業 是談癌式變 沒錯 好,很感謝你關注今期的健康法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